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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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產品跟一般人不一樣是在於說 因為我之前常進修嘛 然後到韓國啊還是去香港或是去其他國家 那學了一些裝飾的技巧 那再回來台灣之後呢 用我們台灣在地的食材去做變化 傳統一聽到原住民的東西就是只有阿拜啊 然後只有一些小米媽鼠 可是當我們可以用一般西式比較流行性的甜點 去詮釋它的時候 可以給人家不同的感受 因為像食材還有食物這個方面 在流行的趨勢是非常快的 還有一個是說我們是跟著流行的腳步 譬如說今年特別流行馬卡龍 我們就會結合馬告或者一些食材 還在馬卡龍的這個上面 早期我們看到馬告好像只有拿來做香腸 做醃肉 可是當我們把它做成所謂的香料的時候 我們把它融合在蛋糕裡面 它會有刺激我們的蛋糕 帶有一些味蕾的不同的感受 譬如說它有淡淡的胡椒香跟檸檬香 那我們跟檸檬結合之後 就有檸檬跟馬告的香氣一起做為一個蛋糕的詮釋 會跟傳統型的運用會比較不同 這樣就可以帶動我們一些原民食材文化傳承下去這樣 我們為什麼取名叫原選治國 原呢是代表在地 然後原來還有一個原友人 還有原創的精神 那選擇呢代表是最好的選擇 治國呢我們就效法日本人那種工匠的精神 職人精神治國兩個字 那四個字加起來原選治國 就是給人家感覺我們這個品牌 是很有在地文化 然後有自己的創造力 跟非常嚴謹的精神去製作我們的產品 那也希望說藉由這個品牌 我們可以帶給人家一些專業的感覺以外呢 我可以提供我們族人一些技術性上面的指導 那他們也可以學習到我們的一些專業技術 跟發揚這些我們原民文化的精神 藉由遠距離教學這個方式 可以給大家一個比較方便的來學習我們一些專業技術 一起製作完成我們的產品 藉由這個來得到我們一個手作產品的溫度 那我們的族人也可以發揮他的第二專長 得到更多的利潤以及就業的機會 我覺得在手作這一個行業應該就是 我們要堅持自己的理念 不要放棄 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的 希望可以藉由食物的溫度 穿搭我們手作的一個幸福感 好感動 好感動 感動 好感動 好的 好感動 謝謝 謝謝 謝謝